大家好 今天要教各位如何拆妝電紋拍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囉 工具須準備一隻石子起子 我們先把這五顆螺絲鬆開 其中有三個藏在貼紙下面 拆完這五顆螺絲之後 乾片池也要拆起來 看到裡面雞板了 機板上面有一顆螺絲 也要鬆開來 機板上面有一顆螺絲 機板上面有一顆螺絲 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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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左半部 再來我們來解釋中間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是由 電晶體加電阻加變壓器 這三個主要的功能是把電源 直流三伏特經過電晶體放大 專業術語也稱作電晶體震盪電路 在晶變壓器深壓 至於線全放大倍率差多少 要把拆開來看才知道 但拆了就壞了 不需要破壞一個好東西 也因為變壓器每家廠商設計不同 所以沒有一定的比例 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部分 至少可以放大兩倍以上 然後重頭戲在後半部 經過了變壓器之後 後面的三個二極體跟三個電容 主要功能是被壓電路 何謂被壓電路 電路就是二極體跟電容交錯組成 會產生電壓倍數的電路 你們看到有三個二極體跟電容 至少會產生三倍的電壓 理論上可產生 一千到兩千伏特以上 的直流電壓 這電壓雖然很高 但對於文子來講 瞬間就燒焦了 所以這就是電文拍的電路運力 介紹完了電路運力 我們再把它安裝回去 記得要先把電路扮螺絲先鎖 再依序鎖鎖螺絲就行囉 喜歡我的影片請到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